关于特朗普在选举失败之事 可能发动战争以谋求连论的说法一直都有 之前甚至不能排除特朗普会在台海南海 对中国采取冒险行动 譬如轰炸中国在南海的无人岛礁或冷宫岛 再或者就是在台海挑起适端 对于这种可能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反备 但是特朗普对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非常低 当然特朗普所谓是以发动战争谋求连论 在美国法律上也过不了关 所以技术上并无可操作性 但是特朗普对中国冒险的可能性 非常小的原因不在于此 而在于另外两个方面 一无论美国怎么冒险 中国都敢和美国对着干 并且有足够多的手段 让美国更难受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美国真敢对中国冒险 那么中国会借机 干很多平时没有理由干的事情 到那时尴尬的一定是美国自己 一旦发生 美国不但会在世界上损失威信 地缘上也会让中国借机仿制 而特朗普对中国冒险 一定会遭到国会的强烈仿制 因为对中国进行战略冒险 这事太大了 这不是对一个小国扔个炸弹什么的 这关乎到美国的整个国家战略和地缘战略 甚至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就是在独断专行 这事也没办法在他极佳离任时做到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半年认为 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打一些冒险的插边球 不过现在的情况告诉我们 特朗普政府肯定做不到了 事实上中美两国的海军在2016年南海非法仲裁时就硬干过 最后还是美国迫于压力退去了 这些事实都证明 美国要武扬威 刷刷存在感还可以 在南海台海对中国冒险 把中国逼急了 中国真敢干 美国倒真不一定 所以不具备特朗普拿中国冒险的政治条件 对中国不具备条件 那对谁冒险可能会给特朗普一些希望呢 对特朗普来说 翻盘的机会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之所以还带上基本两制 那是因为拜登还会正式上任 还会到最后一刻 语言上比严谨也矜持而已了 那翻盘机会虽然没有了 并不代表特朗普完全不会冒险 或者说他完全放弃冒险 就在最近伊朗多次的批评特朗普政府 称美国特朗普政府有对伊朗动武的迹象 伊朗外长扎里夫2020年12月31日 就美军净率增加在伊朗周边军事活动表态称 美国政府不是努力抗击新冠疫情 而是发挥大量的美元派遣战略轰炸机和舰队 到伊朗的周边地区伊朗情报表明 美方存在编造战争借口的阴谋 伊朗不希望发生战争 但将保护伊朗人民 维护国家安全与重大利益 伊朗最近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对伊朗冒险的示威一直都在 而且由于伊朗之前表现的不够强硬 现在美国政府的胆值是更大了 尤其是特朗普 他可能会认为动伊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为什么最近伊朗如此敏感和紧张 这我看来三个根本原因 一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进行突然的军事打击 并不会有系统性风险 美国对中国冒险是真的在冒险 那是有系统性风险的 所以特朗普政府在现在这个阶段 冒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 但是如果没有系统性风险 特朗普就尝试空间 譬如美国如果突然对伊朗进行导弹或空中打击 伊朗并没有能力发起对美国的真正还击 顶多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 或针对美国在中东的重地发起导弃 对美的打击都很小 其他伊朗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特朗普认为向伊朗发起军事打击 能够给他带来政治好处 那就不能够就绝对的排除他真的出手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让伊朗政府很紧张 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特朗普这么做 一切都看特朗普的心情和利益权衡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方面当然很紧张 以色列和特朗普都希望给拜登政府挖坑 对特朗普来说 打击伊朗的政治好处可能存在两个层面 一是优太势力可能会依此为条件 给特朗普一些政治承诺 譬如2020年总统选举对其进行大力支持等 这个承诺对特朗普来说很有诱惑力 二是如果军事行动可以给拜登挖一个很大的坑 那特朗普也有动力感 譬如在总统权力交接之际 特朗普对伊朗搞一轮军事袭击 然后把权力加给拜登 这种状态对美国和伊朗都将是非常难办的局面 对拜登政府来说 如果表现得太乱 那就陷入了特朗普未来的攻击口识中 如果表现得太硬 那重返伊核计划就太可能了 就只能够对伊朗强硬 这又不符合拜登政府原本的政治规划 对伊朗来说也很尴尬 伊朗一直隐冷就是希望等到拜登上台 看看美国和伊朗关系有没有爪击 特朗普如果突然下令空袭伊朗 伊朗如果反击 那就掉入了特朗普的圈套 如果不反击 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受损 事实上伊朗过去两年 对美国和伊策略的表现并不太理想 一旦伊朗县政府表现得过于柔软 那么像内谷德这样的强领派 就可能重新上台 所以特朗普政府是有可能在 优太利益集团 给其承诺的情况下 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 最佳的时机就是总统交接前一两周 对伊朗来说 未来的20天都是危险期 过了这个危险期才算真正的安全下来 伊朗必须等到拜登上台才能够松口气 三 伊朗处于战略被动之中 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 伊朗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是越来越被动 之所以陷入这样的被动 根本原因有两个 一 是伊朗经济压力非常大 就让伊朗很难与美国以色列正面对抗 伊朗在中东的扩张中消耗了大量资源 然而由于特朗普上台之后就退出了伊核协议 并开始对伊朗进行单边制裁 这让伊朗本来缓解的经济形势再次紧张了起来 过去几年 伊朗类似因鸡蛋涨价 导致社会动担的情况石油发生 归根结底是经济压力大 影响到了民生 伊朗现在经不起折腾 二是伊朗反击美国的手段上 伊朗的确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伊朗最多也只是发几颗导弹 发泄一下情绪 发射前还得提前告知美国 避免过多的删完让矛盾激化 伊朗满世界吵吵特朗普政府要打击伊朗 实际上就是向特朗普政府施压 一旦告诉世界 特朗普政府有这样的阴谋 二是告诉特朗普伊朗有准备了 另外伊朗为了避免特朗普那么干 还用了一招绝的伊朗要求国际刑警组织 逮捕的36名美官员名单中将特朗普列为榜首 伊朗同样在以这种方式向特朗普施压 向即将下台的特朗普各人施压 以达到影响特朗普决策的目的 所以美国对伊朗和面对中国的巨大区别 本质上就是国力的差别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从国家的对比中就能够充分的显现 我们的金字构看 并将军团阴能够充分的 压迟